即时新闻综合报道,许多网友平时都有追剧的习惯,有些人更是会在新剧当推出时及时跟进。 剧影音串流平台Netflix统计指出,其中有群追剧标客甚至会在新剧上线24小时内追完整季,而台湾的追剧标客比例更是名列亚洲第四。 且以个人而言,目前全球排名第八的标客就是台湾人,这名台湾人也是全球前十大标客中的唯一亚洲代表。 苹果日报报道,据Netflix指出,目前追剧标客的会员人数已超过840万,从2013年到2016年间在影集上线首日就看完整季的标客人数成长了20倍。 其中标客会员比例最高的是加拿大,至于亚洲国家中台湾标客的人数仅次于马来西亚、新加坡及菲律宾,且台湾标客追日本最夯的恋爱时劲节目双层公寓。 夏威夷的热度更惯居全球,至于最受亚洲标客喜爱的戏剧则是漫威捍卫者联盟。 在个人标客方面,目前全球第一名的标客来自美国,光是今年就有36部节目是在该剧上线24小时内追完。 至于名列全球第八的台湾人则是有14处聚集在上线24小时内追完,成为前十大标客中的唯一亚洲代表。